奉天城運皇帝照約 我們團隊近日幫皇上 檢查了浩日這個居所 發現問題有二 一 貌似有沙石 二 地板鬆 連地主都說 聽到就發現很多地方可以倒閉 究竟還有甚麼問題 今集會去到浩日驗宵一個兩房單位 裝修問題之外都有不少大二室分位 交樓質素是否對得住樓價呢? 一起去開箱一下 大家甚麼看法都可以留言說 有機會獲得咖啡麗券 另外也提提大家 記得Subscribe入伯屋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跟隔壁的鐘仔 超過30年以來 九龍灣再有一手供應 此身是淘大工業村的浩日 在2021年開賣時 因為同區少有新盤供應 吸引了不少區內買家入市 包括今集研修單位的業主 我本身都在九龍灣住了很多年 所以一直都對這區都覺得很喜歡 商場、配套、交通、食物店 吃東西都很方便 最近浩日的九龍灣站 有天橋駁過去東九文化中心 走過橋再過到樓盤 都是大約五分鐘 交通便利之餘 買方面的配套更不用多說 附近的淘大商場 已經滿足到日常生活需要 再不是九龍灣站的得福廣場 也有更多救物飲食的選擇 配套齊全 再加上同區少有新供應 浩日在2021年年尾推出時 就算當時樓價已經開始回調 也用一個高出二手三成的價錢開盤 首批尺價超過21,000元 但第一日仍然賣了接近八成的可售單位 單動式的浩日只有29個車位 不過單位數量同時不多 未到300個 根據我們的About Host網站 樓盤已經賣了超過四成的單位 雖然發展商說不急於套現 但交樓質素都會影響到 潛在買家對項目的觀感 再加上行樓近年在香港比較少起樓 對上一個新盤 已經是大概十年前落成的南塘道養房項目 所以浩日的裝修質素更加值得關注 研修單位是一間約500呎的兩房 業主在2021年年尾 以大概1,10000買入 為每一呎超過22,000元 在高位入市 收樓正好轉角市 業主對未來樓甲又有什麼看法呢? 樓市我想都是跟大陸的方向 短期都不會看到有什麼氣息 但我個人的情況是 因為最主要是自住 所以行樓的資料都供得起 我想就算樓價對我選樓的影響 就未必太大影響 而林山最後都選到想要的開職和景觀 只不過樓層就比理想之中矮些 一起來參觀一下 一入屋已經是個廳 有大概145呎 整個廳都採取一個比較大路的開職 就是沉區這條走廊 正正可以用來區分飯廳和客廳兩個區域 長形大廳開職試鎮 但地板就鋪得不太試鎮了 左踩右踩發現有不少虛位 最高危的位置 其實的確是邊緣的位置 特別是近露台這些位置 其實都有一些鬆地板的情況 我踩下去 基本上你看到是抹開了口 周邊其實離了一縫 甚至有部分的收口膠邊 基本上都爆開了 明哥都建議業主可以通知發展商 來做加固 地板的裝修問題比較容易見到 業主自己都可以檢查得到 可以沿著長身這些高危位置走一圈 見到地板沉低 即是代表有鬆 以這裡為例 除了近露台那邊 近大門口那邊都有類近情況 大廳盡頭雙來一個三合一露台 冷氣機散熱器都放在這裡 有38呎 看上去好像鋪了地板 但其實是尺寸來的 清潔功夫做得不太理想 有明顯的污漬 去到圍欄那邊 更加有不少刮花的地方 首先玻璃來說 有一條花痕是超過10G 另外我也留意到 在圍欄底部 有一些鋁片的飾染框 都有刮花的情況 事實上我相信 因為工人安裝一些圍欄的時候 沒有保護號 雖然這只是外觀的問題 不夠成危險 但要解決都不容易 因為瑕疵在圍欄外面 要下吊船 才可以噴油上去 單位向南 愛望東九文化中心 和德福廣場 不過同時對正多條公路 和港鐵站 少不免會有噪音問題 因為這個單位 就是向著港鐵站 所以其實如果站在 露台這個位置 都會聽到很明顯的噪音 不過因為這裡 就用了雙層中空玻璃 如果是關上它的話 都會立即靜了很多 但因為這邊其實整個廳 就是靠露台門去通風 也都沒有其他的山窗 如果關上的話 身內就會有點焗 要長開冷氣才行 而明哥仔露台門上面的玻璃 再一次發現到有清潔問題 見到有不少膠紙 或者膠水積殘留在表面 接著就轉進去廚房參觀下 是耿廚設計 開植方面有少少不規則 做了L字形工作台面去做修飾 廚櫃以白色和木色為主 提供到不少收納空間 同時配備了一系列的西門子家店 包括抽油煙機 三個煤氣煮食爐 蒸焗爐 洗衣缸液機 和雙門雪櫃 因為比較多家電和貴體 廚房一向都是比較多裝修問題的地方 這個單位都不例外 首先第一件事 廚房門的門線上 其實有一處地方是刮花 而且在雪櫃門的門底的位置 那個櫃邊也有刮損的情況 但比較明顯的情況 就是因為這個大門的門檻底部 有一條防水膠邊 留意到是有爆開的情況 這些膠邊其實有一個防水的作用 就是防止一些地台的水 有機會透過那些垃圾滲出廳裡 影響外面的木地板 我很建議通知發展商 去重造防水膠邊 確保能夠減低將位滲水的風險 裝修問題解決得到 但設計問題就解決不了 以兩房單位來說 我覺得這個廚房也是小了些 雪櫃都要倒出來 整體見得到的走動空間不多 莫說一些見不到的地方 在佈局上面留意到 那個熱水爐和一些排水管 洗手間的排水管和雜製是相當接近 萬一我們需要檢查維修的話 可能需要拆掉部分的排氣管 或者熱水爐 這些在將來維修的難度會比較大 廚房以外 浴室也是一個比較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 一起進來看看 沒有窗 主要靠抽氣設備通風 這裡有不少收納空間 怕櫃放得下不少護膚品 不用擺在洗手盆旁邊那麼雜亂 而浴缸上面都有層架 不過放在那邊的東西 就會被洗澡當時的水淺濕 比較適合放在沐浴爐 又或者是洗頭水等等 至於這裡最大的問題 出現了在水箱 初期的時候 水箱本身可能都有很多髒 令到沙石在大廈公用水箱 衝進去坐廁的水箱裡 令到裡面有些沙石 明哥就建議 發展商除了要清理坐廁的水箱 也要清理大廈那個 才不會再有沙石出現 我們轉過浴室對面的客房參觀一下 配有近乎落地的玻璃幕牆 坐光度都很好 座向以致到警官都跟客廳一樣 同樣望得福花園和九龍灣站 這裡有大概46呎 夠放床和衣櫃 不過放上來就有一點要留意了 因為這間房的門口位 就是靠這邊開 但是窗其實就是弄起這個位置 所以無論床是打橫還是打直 放都好 當你要開窗關窗的時候 無可避免要爬上床才行 最後看著主人房 靠近100呎 有條小走廊 不是所有地方都用得到 主人房經過一個小小走廊 進來尋區位置 門後面這個套位 就可以做一個入場到頂的衣櫃 至於雙人床就可以放在這一邊 以這個空間的 其實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如果用地下的電掣和天線插座位估計 床頭應該靠最入那邊放 起床的時候就會見到得福花園 至於房門旁邊的那幅牆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安裝掛牆電視 單位整體開職是正 計過地址面積 也就是不計露台和工作平台的 身外可用面積 有大概386呎 相比樓書連名的498呎的實用面積 比例去到7.7 總結驗樓結果 油漆、批檔和供電方面做得比較好 不過地板有鬆、座次有砂石 再加上單位裏面有不少清潔問題 令到業主都不是很滿意交樓質素 我自己覺得都算是一個貴價的樓 所以可能本身都有 希望到質素有些要求 不過最後發覺很多地方可以拾樓 地板或者一些牆 一些污漬 類似這堆 當然本身有點不太理想 另外看回其他傳媒對浩日的驗樓報道 發現有些單位的洗衣機排水渠 有流水情況 浴室裏面的瓷磚也有裂紋等等 發展商回應說 集團非常重視其下物業的質素 並且已經即時與業主聯絡 跟進相關執收和清潔事宜 驗樓當日 浩日的會所都還未開放 所以帶不到大家參觀 裡面會有24小時的健身室 還有25米長的身外泳池 一樣都算是單動森盤比較少見的設施 樓盤每呎管理費是4.73 租務成交方面 因為浩日入房無奈 所以市場上都是零星的個案 最近有一間320呎的一房 租了17,800元 赤租去到56元 不過業主的買入價也高達740萬 扣了管理費之後 回報率降到2.60 低過大市水平 雖然我不是驗樓師 不過入到今集的驗收單位 用眼相都會見到很多刮花 又或者是污漬 雖然這些用起來 都不會夠成一些安全問題 最主要都是美感上的問題 不過其實都很影響到一個人 對單位的第一印象 如果發展商在這方面可以做好些 相信業主的觀感都會好一些 不知道你又不同意 不如都在下面留言說看看法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最後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我like支持一下我們 如果有業主都想申請驗樓 可以參照這個格式 Email或者WhatsApp給我們也可以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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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